是啟動 請來 謝 隨著活動主視覺的浮出 南投縣新一鄉 踏雪巡梅系列活動 15號正式揭開序幕 南投縣長林明貞指出 冬天是梅花盛開的季節 梅子又是新一鄉重要的經濟產業 利用這段賞梅風潮 也推廣在地農特產品 那麼新一鄉的踏梅巡禮活動 它的時間比較長 大概都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尤其那個梅花盛開的時候 是大家最喜歡去欣賞的 現在就是大家不敢出國 就利用踏雪巡梅到我們南投縣來賞梅 所以我們藉由賞梅花的活動 把遊客引進新一鄉 能夠了解梅子果實的應用 能夠以後變成我們梅子的食用的愛好者 來促進我們梅子的銷售量 踏雪巡梅系列活動將在12月20號舉行開羅日 以及明年1月10號辦理主題日 現場除了可以DIY製作梅子特色料理 還有在梅花樹下進行趣味競賽 爭取豐厚獎品 新一鄉長全之間表示 期盼遊客來賞梅之餘 也可以走進部落體驗當地濃厚的布農風情 其實所有的遊客來新一鄉 去賞花之外也可以臨近 來去我們的全台最大的布農族部落 羅納部落 或是一個我們標榜一個觀光部落的旺鄉部落 來去體驗一些布農族的文化 鄉長全之間提到 雖然近兩年受氣候影響 梅花花礦不太理想 不過近期新一山區降雨 氣溫逐降 對含苞待放的梅術很好 有機會盛放 期盼這次的踏雪行梅系列活動 不僅讓遊客好吃好玩 也有更加的賞梅饗宴 原始新聞 蚊迪南投市 財務報導